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上个星期就连串的新规定 发出了征求公众意见通知 这些新规包括了禁止港澳台人士担任电视或电台节目主持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引进境外时事性新闻节目 禁止电视台在晚间7点到10点的黄金时段播放境外制作节目等等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有网友评论什么都要尽 中共的文化自信到底在哪里 也有人说这干脆每天24小时滚动播放新闻联播就行了 中共对境外节目和人员的管控其实早已行之多年 那么这次的限制令有何不同呢 它对于中国公众有什么样的影响 不断逐起对境外媒体的高墙 这是不是中共闭关锁国的右翼信号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 第一位通过skype连线参与节目的是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 陈博士您好 欢迎您 你好 听闻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 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策划王军先生 王军先生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我想就首先先请王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了 就像我们说的这种线外令实际上已经行之多年了 对于境外节目的管控其实已经进行很久了 跟我们先来谈谈 在我们具体讨论这一次广电总局的新规以前 这个中国当局希望能够控制境外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来阻挡或者是说 他是不希望中国观众收看到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呢 这个实话说 我这个也是通知我参加节目之前 我是刚刚 我其实现在不大关心这些事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话 这种管控从来也没有说真正的反开过 或者是这个尺度加大过 他只不过是我觉得 他也是配合现在的这种 包括中美的贸易争端等等的一些 所以我是这样觉得 简单说就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外 也不觉得他有会有什么大的作用 或者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王军先生就您过去 就您过去在中国的这些媒体工作的经验 就您的了解 类似像这样的一种限制 其实存在多年 那么过去当这个电视台收到类似通知的时候 他们又是怎么样来进行处理的呢 是这样 这个其实呢 我刚才不说了嘛 其实没有什么这个真正说放开过 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出现了什么问题 或者说以大量的这个 这个他限制的无非是时间 人员内容对吧 其实无论是时间 这个人员内容 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增加 所以呢 那他这种限制我刚才说了 他其实完全是配合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吧 所以对于从业人员来说 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 其实他们也不意外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是这么觉得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陈辉的博士的看法 陈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就像刚刚王军先生说 这样的规定这样的限制 其实多年都存在的 那他背后的真正因素到底是什么 中国当局不希望中国民众来接触这些境外节目 或者是更多的来接触这些境外信息的主要因素 有哪些呢 我想刚才王军博士说的是对的 就是中共在自从1949年以后 对于整个的新闻时事和各种各样的出版物 媒体都有实质性都是长期都是限制的 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当然目前就是又加强了 包括网络把网络划进去 包括特别是有两点不同的是这一次 第一个它特别区分 重新划分境外和境内的区别 而且特别要划分所谓西方国家和所谓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 要划分阵营 划分这些国家 例如它过去比较忌讳其外国把港澳 包括现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它港澳是放在境外势力的 也就是说它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 就是划分阵营的色彩相当浓 第二个是这一次的那个语言 包括上的语言 它是赤裸裸的要封锁言论 要封锁新闻 要加强防止境外的各种各样的有关政治时事 各方面的新闻到中国来 这是两点区别 为什么有这两点区别 我想和目前的形势还是有关 也就是说它还是更深化了 更广泛化了它的限制力 这个限制力的出现是表示 现在的中国中央当局 它的危机感深重的表现 它恐惧中国民众知道 自从美中开始贸易战之后 中国在内外交困 外交孤立这个状况 为更多的广大中国民众所知晓 而产生对它的政权的一些 不满和压力 所以说它这次来得特别严厉 而且语言都是赤裸裸的 过去是只做不说的有些禁令 这是公开的赤裸裸的都全部说出来了 例如延迟 就是说例如这个实况 不能实况同时广播 必须要延迟 也就是说把预线内容看好 有些哪些可能出现的违禁的 或者可审查的内容 先把它去掉敏感词等等等等 诸实类的 说明它现在已经不顾忌 任何国际舆论的谴责了 是赤裸裸的实行言论封锁 王军先生 刚刚陈奎德博士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在这次的新规定之内 也有人包括了英国广播公司 BBC的记者也拿来 与2004年的旧版本的相关内容 来进行对比 确实发现他这次包含的范围很广阔 其中有一点陈奎德博士刚刚提到的 就是在新版本里面特别规定 境外视听节目播出单位 应当具备必要的延时等技术 延长时间的延时等技术手段 和应急处置措施 加强对节目的监听监看 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延时技术 实际上也是一样 行之多年了 在很多转播这个国际赛事 或者是这个新闻节目的时候 中国方面采取的这种延时播出 所以一旦在听到有敏感词的时候 在进入前的几秒钟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转播可以中断或者是暂停 那我想请王军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今天在这个新规定 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做法 延时的做法 纳入到法律的条文当中 这具体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刚才陈博士说的是很准确的 也是这个白页主要的点也都说到了 其实呢刚才说了 包括延时的他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我在新闻圈里工作这么多年 其实这都是不公开的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现在为什么把他就是这个说出来 刚才陈博士用的是赤裸裸的 这次很准确 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呢 这个很多这个知识分子 还有这些这个各界的一些 这个有想法的人吧 大家其实现在都有一种担忧 就是本来像我们对这个习 习这个这个 这两个人 我们也并没有希望他能够 像民主啊 像这个自由啊 能走多远 甚至我们也不希望他 没有抱什么希望 但是真的是没想到 是往回退 往后退 这点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失望 也非常担忧的 现在他为什么就是 刚才说 刚才什么特别说到 就是过去都在在做的 所有的这些 我开开开这个 开始我也说到 就是他一直都这样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真的 太多的新的 或者是更这个严厉的 但是区别在于 第一 他说出来了 其实说出来了 说明什么 说明给自己创打的 对吧 还是恐惧 我觉得这也是 陈伯尔用的词啊 这个恐惧这个词用得很好 就是说得其实还是 一方面这个很自信 其实呢是不自信 是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 您说 就是还一个就是 我还是 我前头说的那个判断 就是他其实这一切 他都配合着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对外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战略吧 是 好 您提到这个战略很有意思 我想继续请王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广电总局从2013年改制成为广电总局以来 这其实这几年来不断的在推出类似像这种所谓的禁令或限制令各式各样的这种新规啊 那么当然这次公布的这新规定呢 开放给公众提供意见的时间是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10月20号以后就要截止 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新规定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但是王军先生您认为广电总局真的能够接纳公众的意见吗 还是说这样的一个新规其实早已经定案了呢 这个这样的问题呢 这样的问题呢 当然我们作为讨论问题 它是这个必须出现的 是肯定会出现的对吧 但是呢你要真正了解情况的 对中国这个大陆的这种新闻情况了解的话 你就根本就 这不是问题 这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没有 他说是 征求公众意见 但是用什么渠道 征求啊对吧 绝大多数公众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机会参与的意见 就 现状如此 就即使参与意见 也没有受到意义 也没有受到错误的 是王军先生也有很多的中国民众 谈到了这个中国广电总局的时候 这有的时候是以一种调侃的身份 认为这个广电总局是什么都管 但什么都管不好 那么就您在业界这么多年的经验 您的看法呢 您同意民众的这样的一种观感吗 不是 他是这样 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他中国的这种新闻媒体 他和民众本身也是剥离的 他想获得民众的生意的可能性 也是几乎是零 现在当然随着网络的普及 无线通讯的这种发展 特别是像手机 这种微信等等这样的媒体 确实民众表达声音的这种渠道增多了 但是刚才像说的 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些声音 在一些这个小的范围内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渠道 能够有所表达 但是呢 他真正这个获得 获得比较公开的这样表达的这个机会 几乎是没有的 好的 我想回到我们的 这个最重要 好的 陈奎德博士 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 就是说我想目前 刚才王金博士讲了 果然的那个情况 我想我是可以想象 可以理解现在的目前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状况 实际上是 中共最高当局现在恐怕是觉得 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的恶化 对他们来说 是相当恶化的表现 所以说他开始采取一种 不计后果的 破罐子破摔的末日心态 加强封锁 而且公开把过去 行之有怜 只做不说的 有些说法 公开的拿出来说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种 末日心态 我称为 就是破罐破摔了 因为现在是危机 用他们的话来说 就是我党面临着严重的 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危机 所以必须要严密控制 我这里说一说 我就要去想一下 刚才他特别是 把所谓境外和境内划分开来 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是 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用说不能让境外的人员主持节目 等等等等 那么别人就当个嘉宾 长期的嘉宾也可以啊 对不对 他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 只要他有一个风险可以发生 他就要发生 所以我要讲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纵观整个共产主义世界 在共产党国家成立以后 共产党 这种国家大家知道有很多界定 他们的党国议题啊 什么疫情的统治啊 什么计划经济啊 都所谓的很多很多的界定 后来发现情不通了以后 开始要改革了要变革了 很多方面都可以试 例如计划经济要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啊 采取很多变通的手段 采取外资也可以进来 等等等等 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国会制度 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程度上 不是最高层面 某种程度 某种成绩的选举制度等等 但是我要说的是 唯一不变的是这个言论 言论控制 新闻封锁 这个是所有共产国家 你看到任何时候 他们做了很多变通 但是在这一方面 言论控制方面 是几乎是从来不变的 只是烧时中时景 但是基本上都不可能有民间 老百姓自主办的电台 广播电视 媒体 网络 时事新闻网络等等 所有这些都必须由政府和党来控制 所以这是这个 我称之为共产国家里面 最核心的要素 如果我们判定一个专制国家 是不是这样的国家 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我就看它的言论 是不是真正的 有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 如果没有任何言论自由 那么绝对是 它这个国家的本质没有变 有些说有些国家也开始变了 原来东欧的国家 对他们变了 就是有言论自由了 但是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国家了 也就是说共产党国家的最后判断标准 最核心的标准 就是你是不是有民间办的媒体 是不是有真正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 角色的自由 这是最核心的标准 那么就像刚刚王军贤人也提到的 不仅仅是这个言论自由 有没有的问题 而是它现在出现有越来越往回头走的 对倒退的这样的走的一个趋势 这可能也是更让各界来担忧的一个主要因素 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网络直播室里面 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 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 或提出他们的问题 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中原不正的网友 他特别提到了 像这样的一种规范继续的走下去的话 对中国整体社会 还有对中国民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中原不正这位网友 他说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 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 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灌输下 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 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 这一现象会扩展到一切精神领域 科学 法律 历史 文学 政治权利会与真理划上等号 真理也就死亡了 在这里我想请陈奎德博士简单谈谈 您对于这位网友他的留言 您的看法 我想他的体会是比较深刻的 就其实毕竟是在中国大陆 居住了很久的时间的人 是这个 他只要是 这个有些人不大 或者不大care 或者不大关心认为 这个教育啊 新闻出版这些限制了 但是人们现在毕竟开放了 还是可能自己慢慢的独立的 可以有思想了 可以发表出声音了 我要想的是实际上在长期的 尤其是从小学 从幼儿园 从小学 从中学 长期封锁这个消息 然后不断的用单一渠道来灌输 某种信息 而且是完全是官方的 官方完全讨喜过的 完全失去了非常多真相的这个信息 长期的不断的灌输 任何独立思想的人 在这种灌输下 如果他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 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资源来参考的话 最后都会慢慢的变成一个白痴 或者变成一个没有思维伦理的人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北京当局 虽然过去些年稍微有点松动 现在最近几年加紧了这方面的控制 包括统教科书 包括对过去对文革的结论 这些都开始慢慢的重新洗白 重新开始对那些 包括中共自己做出的历史结论 都开始逐渐的开始否定 逐渐的否定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是使得整个中国民众 整个的精神状态恶化到 非常严重的地步 王军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刚才说了 我们大陆的声音 民间的声音 像您说的 会经常听到来自民间声音 包括你说征求意见 会民间声音反馈 会有什么效应或者效果 其实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 或者是一个特殊渠道的 这种声音的表达 从来都是有的 这种感受的强烈 这样的一种强烈感受的一种表达 也是有的 一直都是有的 现在问题还是回到这个 因为咱们现在的话题 针对的就是这件事 这件事呢 我还是我原来那话 就是其实我们没有 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说 怎么 真正是开放过 真正什么 这个控制放松过 真正这个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这个来到我这里 没有的 即使是我们现在回想 从那个那个那个回顾 就即使是最开放的 我们百花 那个时候百花开放最 最好的那个时代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也只是 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 对吧 当时由于这个 这个当时的这个 党国家的这个比较 这个最主要的领导人 他们首先对吧 这个能够 往前走的尝试 造成的那样的一个 一个短暂的 那么一个松动而已 实际上呢 就是现在这个 出现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的 这个这个 这个政令也好啊 这个规定也好 他其实就是把我们 就是干了 我觉得陈宝说的非常好 就是一直都在做的 只不过现在公开说出来而已 就为什么说出来 他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其实说强化 也没有强化 这个实际上也没有说 在往 那个那个那个 有很严重的那个 那个 那个措施 就是说出来 为什么说出来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 比较有意思 就是刚才我觉得 陈宝说 我也同意 就是重打呗 对吧 吓唬别人 那我想请王军先生 继续来谈谈 现在就有人提到了 这个中共方面 是不是在闭关锁国 好像把这整个这个事件的发展呢 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王军先生 您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这个呢 这个我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的担忧 还有很多人的担忧 对吧 这种担忧是一直都存在的 现在并不说就更严重 但是你说就是彻底回去 回到闭关锁国 这个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我认为也不大 好的 我想我们先来听听我们网站上面的一些网友的看法 然后我们继续请陈辉德博士也来谈谈他的看法 这位署名叫前锋的这位网友呢 他说如果共产党敢把官员财产公开 如果敢把网络放开 我相信自诩有四个自信的政权 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就好像老毛说的一样 淹没在无边无际的人民光阳大海之中 还有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兵的网友说 共匪从来都是禁止境外 不受共匪控制的新闻媒体的新闻节目的 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合法播放过一天 为了方便洗脑 封杀新闻自由 剥夺人民知行权 是专制政权的基本特征 共匪封杀境外新闻 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白白杨的网友 他说中国哪来的境外节目 简直逗 早被禁止干净了 那么还有这位署名自由人的网友 我们今天有不少的网友 提供他们的看法意见 这位署名叫自由人的网友 他说香港验证了 没有民主法治跟自由也不保 香港本来是自由跟法治最好的地方 现在被共产党搞成这样 年轻人能不生气吗 还有这位署名叫许超的网友 他说 匪共现在是强在政权在强倒阵亡 匪共反对一切形式的普世价值 我想请陈奎德博士继续来跟我们谈谈 刚刚我们请王军先生谈到了 有人认为呢 这个广电总局这个不断的在这个节目上 内容上人员上进行限制 然后再加上中国政府最近以来的一些举措 比如说抓台湾间谍 那么在各个方面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很多人认为这个中共的闭关锁国时期即将到来 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想是恐怕是中共内部个别的 就是有一些甚至和最高层是不是有关系的 有可能有关系的 有些人的一些想法 他们也打出了一些试探的气球 例如前一段时间 说是不是中共共产党的核心价值 就是被属私有制 就是这个他刚刚说的也是事实 但是实际上中共这40年来 已经是和那个完全不相干了 另外还有最近的又说到 私有经济要逐渐退出一时舞台等等 这些都是有人在做出一些试探气球 但是我相信这个论题 中共现在最高层是不是有这个力量 把中国真正的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种闭关锁国 我觉得它已经没有这个力量 或者说他们上层也在判断 就从中共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考虑 这个是如果是完全倒退到过去的闭关锁国的状态 它是不是能够 首先是是不是能倒退回去 第二是尝试强行的 要强行倒退到闭关锁国的状态 它会付出什么代价 或者是说它会 这个共产党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会完蛋 或者就会它产生非常大的政治危机 这个我相信它有不同的 中共共产党上层它也有不同的声音 我想所谓的比较开明一点的 比较现实一点的声音 恐怕会在这一波缠斗中间逐渐的占上风 使得它没有可能完全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些人在做一些尝试 做一些贪怒时 包括刚才说的一些信号 都是似乎是这样 但是马上中共内部也有其他的信号出来 也发表在官媒上来严厉驳斥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本身上层目前正在非常焦虑的 但是也是非常激烈的进行争夺 关于这方面的 就究竟在这方面是不是还要倒退到什么地步 倒退到什么程度 这个恐怕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的这位网友 署名Sam Dick的这位网友 他就说现在感到恐惧的 不是敢于抗争的人民 而是中共高层及其爪牙 心中有强大的正念就不怕邪恶 共匪无非就是纸老虎 反共接中共老底 讲真相 发传单 反共宣传 鼓动民众来抗争暴动 宣传全民共振 这位网友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做法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 他的看法是中共独裁利益集团 将更加走向凶恶化 因为手中有枪杆子 所以其自信就表现在可以无法无天 继承了毛泽东的和尚打伞的作风 现在在美国的贸易战的重大压力下 更加不能让人民知道海外媒体的报道 及其真相 其实是中共惶惶不可终日的具体发挥 那么这位署名叫沈章的这位网友 他说 国人现在被洗脑的程度相当严重 老一辈和现在的年轻人都被洗脑的严重 可怜的国人 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 他说 中共一直在封杀 现在都要更进一步 只能说明中共在贸易战显然被动时 期望加紧控制人们思想 为自己的政权续命而已 只是作为一个翻墙的我 觉得中共对电视网络的封杀作用越来越小 因为会翻墙 会绕过中共管制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点我想继续请王军先人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实际上这次广电总局的新规里面 刚刚我们提到 它的范围更加广泛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2004年的规定里面 它的限制是针对电视台 但是新规定呢 它的对象延伸到了网络的视听节目 那么就像刚刚这位网友也提到的 这个未来翻墙想要接触境外信息 或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会越来越多 但是如果中国方面持续的把这种法律规范 扩散 现在已经到网络方面 您认为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会如何影响这些想要翻墙的民众 接受境外信息的可能性呢 这个是这样的 在这个 我是一直是在国内从事这个 这个新闻工作 以我的这个经验 我已经说出了我对这个事情本身 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一些网友的一些议论 我的这个基本的判断和基本的想法 具体到这个某些言论呢 是这样我觉得呢 这个是怎么说呢 中国这个封建官僚专制的这种社会形态 它延续了这么多年 虽然这个民国 这个这个推翻了 这个满清满清帝国 然后进入了民国时代 对吧 但民国时代很短暂 然后又有抗日 又有抗日的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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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战争的这个时段 1940年之后呢 中共建政 之后 它无论是整个社会形态 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基础 这个 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 这个惯性 就决定了 中国社会其实它 当然了 这里面确实也有你 选择 选择这个这个民主制度和 选择共产制度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个本质区分 但是在当时那样的一个 一个历史背景下 中共选择了 这个这个苏联的 这个社会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路 一直走下来 对吧 走到了今天 我们现在无论说改参网友 什么建政 是中国社的社会主义 就是它仍然是一个 那样的一个传统的 一个这个专制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底子 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社会形态 一个一个一个政治形态 和它就必然会选择 包括这个舆论限制 对吧 这个言论言论限制 等等这样的一个 一种一种一种方式 好的 我们来看看 但是呢 您说 您说 我我我我 但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 一个观察吧 我的这个观察是呢 极端专制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 它其实造成的结果呢 就是整个社会的 其实的无政府的状态 这个这个矛盾的这个说法呢 我们不我不我不去 相信解释它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 它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这个社会的这个 这个社会的发展 还是有它自己内在的一种 一种规律的 所以也就是管控的越多 但是实际上民众 寻求他们的办法的渠道 也会越广阔 也会有越来越多人 来寻求他们 OK好的 谢谢您非常了解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我们网路上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 这位署名自由人的网友 他说共产党的所有行为 背后的指导思想 都是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业 而不是考虑中国人的利益 另外呢 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 他说中共最新的禁令 其实早有预兆 最近几个星期 YouTube上的中文时事评论类自媒体 受到很多的干扰 例如小明之星 StoneG 还有文昭谈谷论金 这些频道的订阅数和点赞数 莫名其妙地减少 他说中共的舆论宣传 早已陷入塔西伦陷阱 前一段泄露出的 中共妄图利用大数据的 新型宣传策略 也没产生效果 既然说不过别人 就只剩下赌别人的嘴了 那么还有这位署名 叫改变的这位网友 他说共党言论进一步收紧 视频节目受到党宣部门 大力度的压缩 这说明他们对境外信息媒体传播 产生了恐惧性心理 生怕外部声音大面积向内扩散 老百姓一旦开治 必将危及共匪政权的统治基础 而另外还有这位署名 叫强拆强的这位网友 他说极权和开放 本来就是矛盾的 极权统治不想让人民了解真相 所以走朝鲜的道路 这是必然结果 而且闭关的速度再加快 就在不远的将来 大家要有思想准备 那么还有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 他提到了 中共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媒体 封杀屏蔽 美国过去一直对中共软弱 让中共喉舌对自己不停渗透 孔子说以直抱怨 以德报德 对中共的渗透强硬才是君子之道 只有坚定的捍卫自己的新闻自由 阻止共产党的渗透 才是自由世界领袖应该有的样子 我想节目最后 我想请陈奎德博士 大约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 跟我们来谈谈 那么很多人也提到 这个最近美国司法部 要求中共的两大官媒 新华社 还有环球电视网CGTN 在这个美国的分支要申请作为登记 作为外国代理人 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方面 对于中共的这场意识形态的渗透 已经开始有了了解 那么也开始要采取防御的措施了 那么您的看法如何 那么针对中国政府 现在要不断地築起这个高墙 来阻挡境外的信息和媒体的进入 那么您认为美国方面 该如何来做更多的因应呢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 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两个措施 包括对中共的那个计划 因为它是名正言顺的 是名副其实的 它就是外国代理人 它根本不是一个新闻单位 它在中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是一个起点 往后我相信还有更多的 有些完全是由中共党控制的 这些所谓的媒体 在美国进行宣传的 包括进行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的 这样一些受到 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的一个迈进 我是非常赞成的 而且这中间有一个 基本的对等原则问题 中国的我们在美国 可以看到任何中国的电视 中国的中央台的电视 中央人民日报海外办 各种各样的 它是无阻挡地 倾泻到海外的任何国家 任何地点 但是海外的任何国家 任何地点的新闻媒体 特别是新闻或者和政治有关的信息 完全基本上不能进入中国 中国老百姓只能通过翻墙 十秒之间陈博士 这个中间是非常不对的 应该解决 另外一点 我要最后说一句话的就是 中共现在这种倒退的强制的 钳制措施 实际上使得中国老百姓 越来越政治化 它过去是企图压制老百姓政治化 通过娱乐 通过旧主义经济 大家不关心政治 但是它这种这样强化 反而会使得越来越多老百姓政治 对它的政权其实没有好处的 好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只能讨论到这里 再次感谢陈奎德博士 还有王军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 要继续和您探讨 五十人论坛 妄议中央 中国的社会精英 在忧虑什么呢 请您按时锁定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